您好,我是张宁 最近两天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新的战争 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 那就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这两个国家以前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以前就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苏联后期甚至政府都没有办法来摆平他们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民族之间反反复复地发生冲突 因为纳卡尔诺是一个小的地区,只有几十万人口 但是它位于阿塞拜疆境内,是一块非地 而且这个地方的居民 他跟阿塞拜疆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他们是基督教徒 亚美尼亚人当然跟他们的本族人站在一起 阿塞拜疆的主要支持者是土耳其 阿塞拜疆有大量的人口生活在土耳其 这两个国家规模都不大 大约都是三百万人口 阿塞拜疆是三百万人口 亚美尼亚大概是三百二十四万人口 领土面积 阿塞拜疆面积要大一点 大概八万多平方公里 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内陆的一个省份 而且是比较小一点的省份 因为安徽省有十一万平方公里 比安徽省还小 亚美尼亚的领土就更小了 只有三万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比台湾还小 因为台湾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比海南岛还小 海南岛还有三万三千平方公里 但是亚美尼亚人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种族 早在古希腊古罗马帝国 就是说统治那个地方之前 就是一个强大的民族 但是在历史上 他由于地理位置 他饱受揉力 也就是说几乎被大量的帝国占领过 阿塞拜疆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少说民族 阿塞拜疆以前被大概十几个帝国统治过 也被伊朗长期统治过 后来被俄罗斯帝国长期统治 这两个国家的战争 可以这么说 始终都没有完全断绝 这两个国家之争 虽然说在过去这些年历不太厉害 但是也是经常爆发冲突 亚美尼亚人在历史上遭到的 最惨重的农役和屠杀 是在1914年到1917年之间 移民的时候 土耳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土耳其是跟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结盟 也就是形成了所谓的轴型国 然后向英国 法国 还有意大利 还有俄罗斯宣战 也就是说跟四个国家宣战 最终美国也站在同盟国一边 向轴型国宣战 奥国 我讲错了 这是二战的概念 应该说他们是同盟国 同盟国实际上就是德意志帝国 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 另一边是协约国 协约国主要是英法俄裔 后来再加上美军 然后在这个期间 1914年到1917年之三年期间 土耳其人主要跟俄军作战 担心亚美尼亚人因为是基督徒 同情俄罗斯人 所以担心他们有可能将来叛逃 所以说就对他们进行了有计划的屠杀 把他们的武装给解除掉 因为本来很多亚美尼亚人都在土耳其军队当中当兵 但是土耳其政府设法让他们解除武装 然后对他们进行突然的袭击 让一些武装居民或者乃至地方军队 对他们进行围剿 失去了武器的亚美尼亚那些青年 只能遭到屠杀 他们没有力量进行反抗 这个屠杀规模非常大 达到150万之九 我还记得大概十来年前的美国曾经有一个制裁 就是对这个土耳其进行制裁 因为土耳其人在那个地方曾经屠杀过很多民族 而受到最惨烈屠杀的就是亚美尼亚人 有20多个国家都承认这个屠杀 但是土耳其人到现在不愿意承认 也不愿意道歉 所以土耳其人也跟亚美尼亚人的矛盾始终很尖锐 而且在这一次的两国 阿塞拜疆跟亚美尼亚战斗爆发之后 应该这样说 亚美尼亚是占上分的 因为亚美尼亚很早就实行了民主制度 但是阿塞拜疆却依然还是专制制度 那个总统阿卡耶夫很蛮横 所以他的军队也很腐朽 据说在双方的边境的攻防站当中 阿塞拜疆受到很大损失 他的T-72坦克也被击毁 亚美尼亚人使用的居然是无人直升机 就是类似于大江直升机的那种直升机 然后在里面装满了炸药 居然炸毁了T-72坦克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这其中也许有以色列的技术 但是阿塞拜疆据说 也像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区 就是向亚美尼亚人的居民去开炮 结果据说炸伤了好几百人 总体而言 现在的虽然被打死的双方 就是上身的人说只有几十个 但是受伤的人说总体上已经超过上千人 而且现在亚美尼亚人已经进行了全国总动员 他们决心打赢这一仗 当然另一方面也不含糊 而且最新消息表明 土耳其人准备大量的向阿塞拜疆提供援助 目前据亚美尼亚官方指出 已经有四千名土耳其武装人员进入了作战区域 这四千人主要是来自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 因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有很多是跟土耳其投靠的 而且据路透社报道 他们采访了许多军人 叙利亚的叛乱者军人 叙利亚叛军 他们说现在经济收入非常低 走投无路 而土耳其政府要求他们到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作战 每天大概要给200个月给900美元到1500美元左右 所以为了一家人的生计 他们很多人都开始报名 另外这四千人当中还包含一些ISIS恐怖分子 当然这部分人的主力已经在中东大部分国家被消灭掉了 但是还有少部分参与受到土耳其政府的庇护 这一部分人可能因为都是狂热的伊斯兰主义者 所以他们可能愿意去参加战斗 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反应却非常平淡 本来因为俄罗斯作为亚美尼亚人的后盾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基督教背景 但是由于普京面临着白俄罗斯方面的沉重压力 因为白俄罗斯的动荡日益极烈 而总统已经毫无办法 所以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多次求助于普京 普京也派出了少量军队 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参与街头的镇压 另外他还准备了一支部队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境 目前也没有真正的进入战斗状态 所以说俄罗斯如果要让他同时在两个方面用兵的话 俄罗斯可能感到非常吃力 更何况他的敌人却是太多了 因为俄罗斯的支持的武装和军队 还在跟乌克兰在不断的冲突边界的对峙 另外俄罗斯跟哥鲁基亚也是存在着长期的武装对峙 也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俄罗斯处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 所以这一次土耳其表现得非常勇猛 他们要扩大 希望扩大这场战争 但是究竟战况如何 恐怕也不像土耳其人想象的那样 因为毕竟亚美尼亚人 这个种族在全世界的居民很多 这些国家 这些居民就有可能动员 比如说欧洲美国等等国家 支援亚美尼亚政府 提供先进的武器来对抗土耳其 而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 实际上这些年每况愈下 因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是一个农民工出身 他上台曾经数次镇压军人 所以传统的土耳其军队 已经被他搞得不成样子 战斗力受到严重的削弱 中东的这场战争出乎人们的预料 但是中东那个地区 自古以来就是火药桶 所以说它爆发战争一点都不奇怪 而且我认为呢 如果有两个人或者两帮人 决心打仗的话呢 其他人你不要去拉 拉也没用的 因为他们决心打仗就让他打好了